我們在死者的家裡 都找到頗大量的報章 裡面經過我們慢慢去分析和調查的時候 發現大部分都是屬於一些很煽動仇恨 以及是假新聞為主的報道 相信他對這個很珍貴 甚至是到一個收藏起的階段 有些遺書留在這裏 證明了一件事 其實他已經準備攻擊警察之後 進行自殺的打算 在行空之前已經有這樣的打算 我們的調查仍然繼續 主要來說 雖然我們發現到 他攻擊的行動是由一個人去進行的 但是我們仍然繼續追查一下 究竟這一位的兇手有沒有同黨 或者有沒有人煽動 或者疏擺他的情況之下 進行犯案 或者有沒有人操縱等等 這些我們也要小心去調查 我們要注意到這個問題 我們再次回答 我們再次回答 我們再次回答